北京时间2月21日,雷霆官方宣布球队正式牵向前锋马基夫·莫里斯。 一直以来,气底都是博成最大的短板,但在莫里斯加盟后,雷霆的战略已无缺点。 反光猛势,虽然首方相关意义,但板凳千疮百口,问题非常突出。 后帝王特时代的雷霆,终于又看到了张光的信仰,雷霆的管理层一直在积极运作,但由于缺少要人的筹码,无法在交易市场有所作为。 幸运的是,多名实力汉将被脑袋,就让雷霆有了任务之地。 在新宇的二零顿和马修斯等特密,得分手被抢走后,则平成关收服莫里斯加盟球队,交易截止越前,莫里斯被其台送大屁壶,随即被台掉。 成为完全自由球员,引发多地招强。 莫里斯职业生产场均能贡献11.8分和5.6个篮板。 本赛季一场比赛在2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,也有11.5分和5.5个篮板近战。 具备在MBA打首发的实力,受到重点豪强的亲爱,并不奇怪。 莫里斯不断具备持续进攻的能力,还能在中远距离完成接球投篮,拉开球队进攻空间。 本赛季,莫里斯的三分前应重力,有33.3分。 以前两个赛季有所向华,分别是36.2%和36.7%,不过这与其台本赛季的混乱,有着很大的关系。 赛季出,莫里斯是其台的首发大全封,但不久后被放大替补区,引领第二阵容。 作为板凳洗领袖,他有足够的开火神,他的发挥也直接决定了其台替补的表现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他出产的时间里,取材每百回合要少拿八分,是全队最差的。 当然,考虑到球队挣扎的财政问题,和他一同出产的大部分都是温柔球员。 因此,这样的数据和他向华的外卸命证力,并不能证明他的真正实力。 来到温柔球员之后,他莫里斯搭档的将是施雷德和莫安莱等实力球员,这会让他减少持球进攻的机会,但同时也能给他制造更多外线空位。 他的三分球也让回到正常水准,并不能取代泰克森的位置。 泰克森原本是温柔球员战术体系中重要的一环。 球队期待这位大客子投手能够为温柔和乔治拉开足够的空间。 但加盟球队的两个赛季,他的烙线软线始终不尽为运力。 等赛季,他产均出手2.4次3分,只能命中0.8个。 整体投篮命中率也只有37.8%,只能得到4分。 贝格兰特牢牢弄在板凳上,由于泰克森的不自由。 泰克森原本是温柔,莫巴尔又不已得分渐长。 随便替骨的得分优励,都来到施罗德一个人身上。 本赛季,雷婷的替骨球员产均只能砍下31.2分。 日月联盟第20位,其中,施罗德一人就发揽了15.7分。 比例超过50%,纳德尔,协顿和新科克兰南迪拉越的三辉极不远定。 没有得到主上莫巴尔的决队信任。 在这种情况下,莫里斯的加盟,由于水中送炭,他能内门外,得分手段多样。 能在提高程度上,缓解楼庭替补的得分优励。 此前,因为缺少足够的得分点,对莫巴尔在比赛前进阶段,会安排乔治和施罗德同时出场。 而在莫里斯带来后,乔治也能得到足够的修整机会,会计后赛积攒体能。 新的环境也望让莫里斯找回曾经的自己。 杰平是全联盟队内分为最好的球队之一,与其才截然不同。 一旦恢复最佳状态,莫里斯将是值得在关键时刻被他上场的重要球员。 毕竟在生产的大部分时间里,他都是球队的首发,调平合理根据比赛需要,来调整格兰特和莫里斯的出场机会,让战术打法更加丢量。 不过,最需要一定的时间,在去年龄底撞伤颈部后,他一直摄上着筋。 好在,他在受伤期间,能保持良好的心态,努力维持成功的投篮和连球训练,并坚持利用阻力带进行跑跳训练。 他的心肺机能已经恢复得不错,已经可以重散赛场。 莫里斯的购置无人置疑,他需要利用顺移的速程,让自己能得一份心力。 我们的团队很优秀,过去时场我们是表现最好的球队之一。 现在我们又得到了一大助力。 我们很兴奋,全民兴过后,我们会留下道场做好准备的。 在接受采访时,乔治主动提及了新队友,终于看出他的兴奋。 的确,在目前西部前三名球队中,仍是和绝军都没有动作,尤其是未免冠军。 在考心输出,写状态不足的情况下,仍是仍倒略出了不小的问题。 首先是德拉蒙德格林的竞技状态出现下滑,进攻都威力正减。 其次,伊哥德拉和利盈斯队,仍为替补习领袖随着人员增长,又在上下坡路。 场军合计仅有10点4分。 而杰罗布科、库克和麦军女等角色球员,都是实灵实不灵。 这造成勇士的替补众,将场军只能得到29.9分。 会灭联盟对手第二。 相比之下,排在第26位的雷霆,显得没有那么不堪。 而且在得到麦里斯后,这项数据的增强也值日可败。 需要注意的是,替补得分最少的球队是火箭,同样是楼庭的一代劲敌。 在两个对手为补强筹楼之际,楼庭已经涉先完成阵营升级。 至少从目前来说,楼庚球队已经具备了和勇士叫板的实力。 我们球队现在拥有很多武器。 乔治说道,我不知道我们还差什么。 我们现在没法进粉决赛,也没法季后赛。 我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就已经足够了。 我和维少可以承担起球队的责任。 我们也得到了队友很多的帮助。 在过往和勇士的交手中, 贵萍的防守强队总是让魏美冠军苦不堪言。 如今这人身体极强, 气贵得在能力提深厚, 他们将更加有底气。 维少在群云先招末期间表示, 自己并不喜欢左舰超级强队。 就个人来说, 那不是我的风格。 我喜欢竞争。 我喜欢和那些最强的球队向量。 那也是为何唯一直留在尼克拉和马城的缘故。 但就目前来看, 这智能银足以抽的上市越之超级强队。 而罗绍也将目标定为冠军奖杯。 他说, 在群云先先续期间, 我们必须要确定以及领感,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赢得走冠军。 和屁股的方法那么一样, 三三球此前也是楼平的一大阳局, 念证力一对联盟垫底。 不过进入2019年后, 他们找到了瞄准镜, 让全已将提升至联盟第十三位。 而纳里斯加盟后, 球队的外线亦将增加预感火炮。 乔治是楼平唯一永运的外线得三点, 但在去年16和11月, 他的三三面重率也仅有34.5%和35.9%, 而上则是14.3%和23.9%。 新疆师罗德和典替罗德森首发的福格分也不尽容易。 球队的外线效率, 只能排在联盟队数第一位。 首先爆发的是职业生涯, 此前三三面重率不足三分的格兰特。 他到去年11月份的效率达到42.2%。 开发出三三能力的格兰特, 成为耐性可靠的格兰点。 丰富了球队的打法。 12月和1月份, 他的三三面重率也保持在34%以上。 2月份则又迎来一波高潮。 至今七场比赛, 面重率达到金额的57.1%。 替德西领线施罗德, 在2019年同时迎来特别。 他到1月份产军出手3.9个三分球, 而面重1.6个, 面重率达到42.6%。 2月份他增加了外线出手。 场均5次出手。 面重2.4个, 效率提升至48.0%。 手感的提升给他到来更多作性。 比赛中经常出现顶着对手防守强行 面重3分的场景。 对球队的士气有很大的提升作用。 与此同时, 乔治更是展现出一位顶级外线得三手的水准。 近三个月, 他的刷增命重率分别有43.2%, 44.2%和42.3%。 值得一提的是, 他的内线出手数也在远的提升。 从去年12月份的8.4个, 到今年1月份的9.2个, 再到2月份的14.9个。 刷增球已经是他最重要的得分手段。 最让维产全于意外的是福德森。 由于赛季出的糟糕表现。 他招着球鱼的乐意骂骂。 他不得不停用自己的推特。 支持赫勇的福德森。 在12月份投出36.7%的三分面重率。 基本达到一位射手的要求。 而在今年1月份, 福德森的外线效率飙升。 场均出手5.543分。 能投进2.6个。 面重率高达47.9%。 是整个联盟一种的外线投手。 自从帮到维产开始。 随平的手帮德森赫勒, 始终是防守型球员。 从赛季路上到罗伯峰均是如此。 他们高高的三分能力保守各并。 以法给队友拉开空间。 福德森的进步, 让对手不敢在心里防空这个位置。 这给维产和乔治冲击篮空, 提供了更大的开阔地。 在外线者身体高的同时。 福德森在防守中的晶晶月月, 同样直播春风。 福德森复出之后能否抢回首三月至变身悬灭。 福德森因为病院大肆虐, 已经养伤一年多的时间。 给平主上多莫乱套力。 福德森还没有开始进行球场上的信念。 但球队仍然希望他能在本季季出场。